大家好,我是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外籍工人外老的收缩要如何承报?怎么做呢?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声恭喜发财 因为你把你的GST Final Return给Summit了,对不对? Oh yeah! 有一个外籍工人,他的名字叫做西北爽哥 那西北爽哥就说,好,2017年我想来马来西亚工作 那我来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呢 移民局就说,你要来这边工作可以 不过你要先找到雇主,对不对? 你的雇主一定要帮你申请你的work permit 你的工作准证 然后在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规 那就是他要帮你买一种保险 那是什么保险呢? 他的名字叫做外籍工人赔偿计划 英文我们叫做Foreign Worker Compensation Scheme FWCS 那在2017年他来工作的时候呢 他就买了FWCS 因为这个是一定要的 结果他发现,我真的很喜欢马来西亚哦 所以他打算再留多几年 那在留的这个过程 移民局就说,可以留 不过你的FWCS 你还是得更新 所以他就把他的FWCS 给更新多一年了 那一换了政府够呢 他们就说,好 我们现在要废除FWCS 我们打算要用EI这个System 那什么是EI? EI其实就是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EIS 你们听到这个EI是不是 好像很熟悉哦 先提醒大家 这个EI跟1月1号2018年 我们所给的EI是不一样的 这个EI叫做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我们那时候传报的呢 叫做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为什么他们要用同样的名字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不可以叫做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cheme 要不然可以放成Employment受伤 scheme 两个都叫EI 所以搞到市场上有一点混乱 直到最近他们才出了一个公告说 请不要混乱 EIS是EIS EIS是EIS 明白 那西北爽哥就来了 西北爽哥说 我已经给了FWCS 而且我的那个insurance period cover到9月30号 2019年 你说2019年要实行 这个新的Employment Injury System 那我这个FWCS怎么办 我不是要给两个不同的保险 我不是要给两支钱 那怎么可能 公平呢 所以最近 Sopso就发布了一个过渡期的指南 按例一 如果你要像西北爽哥这样 9月30号 你的FWC 才截止 那很简单 10月1号 2019年 你才开始脚步 你的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按例二 如果你的FWCS coverage period 是到2020年3月 那怎么办呢 1月1号 2020年 你一定要申请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所以你在1月到3月这段时间 会有两种不同的涉嫌 按例三 如果它是2019年1月1号进来的话呢 很简单 只要是1月1号2019年开始进来的 全部都要给EIS 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而不是FWCS 那谁要缴付这个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外导也有分很多种的喔 有些是走路进来的 有些是大飞机进来的 有些是大火车进来的 有些是潜水进来的 哪一些才算是呢 中座最近呢 就在他的公告有提到说 一定要有Working Permit 一定要是真的是有执照的那一种 然后一定要有Special Pass 要不然就是Temporary Receipt Pass 这一些人才要给我们所谓的Employment Injury System 那怎样注册好呢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去 Access Portal 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填Lambaran A Lambaran A长什么样子呢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我们以上的这一个Lambaran A 那到底要给多少钱的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新的外劳所授呢 答案是你的员工的工钱的1.25% 你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报表 接下来要怎么承包咧 所授就说用SC Spotter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能用Ibgenso 那到底要怎么缴付这一个外劳的Sopso呢 Sopso就有提到说 你可以用SC Spotter 要不然你就去银行缴付 我的Ibgenso 这就是我们新的Employment Injury System 外劳的Sopso了 你搞清楚了没有呢 来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几个常见的问题 问题一 到底外劳雇员需不需要缴付 需不需要扣薪水 来给这个新的Employment Injury System呢 答案是不需要 第二个问题 到底需不需要给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EIS呢 答案是不需要 他们只需要给这一个EIS罢了 第三个问题 能不能用Ibgenso 来申请 来缴付 来付款呢 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可以咯 第四 非法外劳要包吗 怎样包咧 他跟你讲 请把你的Passport Number给我 我不可能写 Illegal 1 Illegal 2 Illegal 3 Illegal 4的嘛